纪念活动在圣塔克拉县政府大楼广场举行 以高唱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歌 以及升旗仪式拉开序幕 驻居金山台北经文处处长马忠林 在致辞时表示 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 对于保障双方的伙伴关系 以及台海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的朋友对于中华民国台湾的自由民主支持 才能使得中华民国台湾 能够在过去40年来成长 茁壮我们的自由民主的制度 而成为亚太甚至全世界 一个民主的典范 以及高科技的一个重镇 多位湾区的民选官员受邀出席并给予褒奖 硅谷重镇深河西市 与台南市姐妹城市 市议员哈米斯曾率团参访 台湾的美丽人 在台湾的美丽的食物 在美丽的风景 其实他们和他们的转移 我得到很多学习 高科技的区域 他们的转移 非常棒的 你如果到台湾 你会发现大家都很熟发 都很干净 而且会放很多的盆栽 美化城市 就是每个人很在乎 这个社会整个的形象 湾区是台湾侨胞在美国主要居居的地区之一 侨团活动丰富 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移民 已成为社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觉得台湾永远是我的家 每次参加台湾那种活动 心里就特别的感动 现场多个侨团带来精彩的 艺文表演和童玩游戏等活动 还为硅谷三家慈善机构 募集到6000美元现金 并捐赠预寒衣物 中华民国台湾 有能力也有意愿 和大家一起分享经验 以及一起来努力 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新台湾记者林校园硅谷深河系采访报道